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7月24日 外交部長王毅在廣州 與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舉行會談 王毅說中烏互為友好國家 雙方交往歷程中沉澱下來的都是友誼和合作 兩國元首強調要從長遠角度看待和謀劃兩國關係 將中烏關係與雙邊合作 向前推進 王毅說 烏克蘭是首批支持和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之一 近年來中國一直都是烏克蘭最大貿易夥伴和農產品最大出口 今年上半年雙邊的貿易額呈現快速增長勢頭 展現了兩國合作的空間和潛力 中方將繼續擴大來自烏克蘭的糧食入口 共同維護物流通道暢通和國際糧食安全 並且再次感謝烏克蘭方面在衝突爆發初期 為中國公民特別是留學生撤離提供的幫助 希望烏克蘭方面繼續採取有效措施 確保在烏克蘭的中方人員和機構安全 王毅指出烏克蘭危機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 衝突還在持續並且存在升級外日風險 中方始終都堅定致力於推動危機政治解決 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個應該為此提供了重要的進程 在這個基礎上中國還和巴西聯合發表了6點共識 涵蓋衝突規範三原則和談方案三要素 人道保護三關切以及防止核風險 保障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等重要內容 凝聚了國際社會最大公約數 得到廣泛回應支持 中方認為所有衝突的解決 最後都回到談判桌前 一切爭端的化解總是要通過政治途徑實現的 近期烏克蘭和俄羅斯雙方都不同程度發出了願意談判的信號 雖條件和時機還不成熟 但是中國支持一切有助於和平的努力 願意繼續為停火指戰 恢復和談發揮建設性作用 中方關注烏克蘭方面人道主義局勢 將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人道主義物資援助 福利巴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 烏克蘭和中國結為戰略夥伴 也是重要經貿合作夥伴 烏克蘭方面支持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將會繼續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烏克蘭高度讚賞中方為促進和平 維護國際秩序所發揮的積極建設性作用 重視中方的意見 認真研究了中國和巴西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六點共識 烏克蘭方面願意並準備和俄羅斯方面開展對話談判 當然談判應該是理智和有實質意義的 自在實現公平持久的和平 中方外長的會談內容聽起來好像沒有新意 但觀察其中也有些重點值得留意的 第一突顯了中國獨有的外交實力 即使是美國聯手歐洲批評中國偏幫俄羅斯 也不能否認現在是全球主要大國中 能夠和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政治人物 坐下來長談的國家並不多 中國這次主動邀請烏克蘭外長訪華 一來就是發揮勸和速談的作用 第二也是為了應對美國民主黨政府 聲稱要進一步制裁中國企業做準備的 突出了中國和烏克蘭的關係良好 可以舒緩一下美歐的壓力 王毅在會談中也特別提到 中國會擴大入口烏克蘭的糧食 更能夠說明中國和俄羅斯也好 和烏克蘭也好 一直都保持著民間貿易暢通 指責中國倒向俄羅斯並不公平 第二點觀察 庫里巴在會談中可以說是交足功課的 說了一些令台獨分子傷心的言論 他強調烏方支持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 又高度讚賞中方促進和平發揮的作用 並且說研究了中國和巴西提到的 發展中國家的和平方案 顯然這番說話 同一個月前 扎蓮斯基在新加坡批評中國 協助俄羅斯的態度是大不相同的 只能夠說國際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 第三 這是自2022年俄烏衝突爆發後 首次有烏克蘭的高級官員訪問中國 亦是2012年以來 烏克蘭外長首次正式訪華 顯然烏克蘭對這次訪問也很重視 庫里巴分別在中國社交平台微博和IG平台上 發布了兩段不同的視頻 但也提到烏克蘭需要公正和可持續的真正和平 他認為中國可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烏克蘭電視台資深記者波特·尼科夫就贊聞分析說 烏克蘭正在訪華一時 本身就反映出 烏克蘭和中國雙方在解決烏克蘭危機問題上 都表現出了建設性的意願 烏克蘭政治分析家傑雄就認為 烏克蘭訪華的時機非常有趣 政席堅定緩烏的美國總統拜登退出連任競選 與此同時 俄羅斯《生意人報》23日就提到 多次誓言若再次上任將會切斷對烏克蘭援助的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遭遇刺殺未遂後聲勢更旺 查連斯基上星期向烏克蘭全國發表談話時首次暗示 有議員與俄羅斯就結束戰爭進行談判 波特尼科夫認為中國希望用這次訪問 體現真正中立立場 而庫列巴和烏克蘭領導人也需要這次訪問 向全球南方國家表明 烏克蘭正尋求與中國的理解 對烏克蘭來說 中國在這場戰爭中的作用是決定性的 第四 實情就是烏克蘭很擔心拜登黯然下台 特朗普隨時上台 對他們的支持勢必減少 烏克蘭要抱著中國這個水泡 中國也不介意接待庫列巴 向歐洲表明中國的中立立場 但同時也要留意王毅講話中有一句提到 俄烏都表達了談判意願 但條件和時機還不成熟 相信這是中方對目前形勢的研判 所以這次的會談都是冒虛的多一些 還有一點值得留意的是 為什麼會在廣州見面呢? 因為王毅25日要趕去魯窩出席東盟會議 烏克蘭只能繞了一個大圈飛去廣州 所以他在抵達的時候就特別提到 自己是經歷了兩天的時間才飛到中國的 烏克蘭為什麼這麼遷就中國的安排呢? 突顯了烏克蘭很心急 也很擔心美國大選對他們可能是一個致命的打擊 美國大選的兩大對手基本敲定 無論民主、共和兩黨候選人在談及到美國外交問題時 頻繁地炒作中國話題 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李誠 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就說 中國不應該太認真對待他們在競選中所說的話 因為他們一半都是言行不一的 李誠曾經擔任布魯金斯學會 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 是一位資深的中美問題專家 他說賀錦麗和特朗普在競選期間 都將毫無疑問地展示對中國的強硬態度 但無論誰贏得美國大選 都不太可能使美國與中國發生直接衝突 他認為不能將識別對手的努力 與他在對手開戰的決心運為一談 這意味著儘管兩黨都認可中美的戰略競爭 但美國的兩黨可能並沒有對中國採取更有進攻性行動的決心 因為美國選民不是那麼可能歡迎與中國開戰的想法 亦不會接受將美國的所有問題歸咎於太平洋另一邊的企圖 他說與中國的戰爭會令美國團結起來嗎? 不會的將中國當作敵人會令美國團結起來嗎? 或者會但失敗的可能性會高得多 儘管與往年相比中國議題在今次的選舉中似乎沒有那麼重要 但在上星期接受共和黨副總統提名的演講中 曼斯將矛頭對準中國加入WTO 說現在是阻止中國踩在美國人肩上 建立他們自己的中產階級的時候 不過此前曼斯出版的《自傳鄉下人的悲歌》中 曾經寫過所有的工作都被中國奪走 是美國為了解決認知不協調而偏造的謊言 前後反差這麼大顯然是大選期間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李誠對曼斯在中美關係上的表態感到震驚 他說他對於一些政策發表了這麼多評論 包括中國政策 這個顯然與特朗普不同 同時李誠還指出 不要從曼斯的發言中簡單地得出 他和他的團隊憎恨中國的結論 因為無論是曼斯還是他背後的團隊 他都是老年的政客 不能只看表面的 而與曼斯相比 美國媒體體力剛剛獲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賀錦麗 在對華政策上顯得更可預測 賀錦麗在對華政策方面 被認為將會延續拜登政府對華政策 既競爭又保持合作的基本基調 一方面在亞太地區繼續利用盟友對抗中國 另一方面又將會在全球議題上 尋求與中國合作 其實中國對美國政客的言論不會不重視 會密切留意美國大選的風險 但同時也不會太認真看待這些政客 前言不對後語的表現 反而更關注他們採取的政策 當然即使是特朗普回朝 但是今天的中國與2016年特朗普首次當選時已經大不相同 也有了更豐富應對美國壓制的經驗 所以中國會按照自己的議程推動中美關係 即既堅持原則也打開大門歡迎美國企業 這也解釋了為何在二十屆三中全會之後 立即安排了美國企業的高管訪問北京 由波音、高盛、星巴克等重量級 美國企業負責人組成的代表團正在訪華 黃毅外長、何立峰副總理分別與他們會見 美國企業家說 歡迎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釋放進一步 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信號 美國工商界對繼續深耕中國抱有信心 外交部發言人毛玲評論時說 中國成功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 靠的是改革開放 開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仍然要靠改革開放的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感謝大家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